我們去到雲南 主要是看珍貴的瘋金絲喉 他們很稀有 最重要是怎樣保護他們 就是我們最重要是保護他們的環境 保護我們的森林 讓他們不要破壞棲息地 我們只能上山 看到他們一家大小 像猴子一樣 真的很可愛, 很漂亮 好, 這塊不是一塊布那麼簡單 這塊叫做風呂褲 我現在幫大家變成魔術 這塊布本身很漂亮 但你把它摺一下 首先對摺, 接著兩個角 就綁兩個列 很簡單, 是不是呢 就已經變成了一個小包袱 一個購物袋 是不是很有型呢 又方便攜帶 又可以與別不同 所以這個將會成為我這個季節的 must have item 其實愛美麗和愛大自然 環保 都是可以是 理念都是很相似的 譬如我覺得 一些東西越簡單 其實可能是越好的 那如果首先打扮 護膚 這方面 其實不用做那麼多 不用太複雜 不要太浪費 可能用一些最基本的東西 其實已經足夠了 在生活上 其實都可以用同一個理念 不用太多物質的東西 來滿足自己 可能一些很簡單的東西 但如果你的心態是對的 那你已經可以很滿足 或者你的生活 你的人生可以更加豐富 我自己都會盡量 如果選擇一些牌子 我都會盡量看看 他們本身這個品牌的理念 或者有些品牌都會 特別是支持環保 或者可能它用的包裝 都會用環保的物料 或者它製作的過程 它用的東西 都盡量是不會污染到環境 會有一些 總之愛護我們的環境 我們的地球這個態度 我都會特別支持這些品牌 希望大家如果認同這種生活態度 這種理念 都可以把這個訊息分享出去 大家可以 Hashtag Love Beauty Love Tea Forest 還有Hashtag茶菱 在我們不同的社交網站 跟大家分享 我們繼續訪問 可以說 Hashtag